首先要提醒駕駛朋友 开车要小心 为了洗刷台湾行人地狱的恶名 警政署昨天开始 实施路口不停让行人大举法 汽车行经行人穿越道 或是转弯时不离让行人 目前最高罚还都是三千六百元 而交通部已经完成修法 下半年罚还会再提高 不顾行人穿越道上有人正在穿越马路 小客车自顾自转弯 马上被执行远警给拦下来 另一头白色小轿车 也和行人争道 抢着转弯 人车交织 险向还生 一样被拦下开罚 警政署几日起进行全国重点路口 不让行人大执法 只是适逢五一劳动节 路上车流并不多 一早台北市交通大队 在各重点路口拦查 并没有严重违规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改善 但我希望这也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作为 而不是一个口号 去年回来我觉得 感觉还不是说 那么的礼让 但今年是有改善 自三月三十一号起 汽车行经行人穿越道 或是转弯时不暂停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最高罚三千六百元 汽车罚一千两百元 交通部在四月中旬 已经完成修法 下半年不让行人的罚还还会再提高 根据警政署统计 今年一到三月 各地取缔不停让行人案件 总共有三万零七百一十七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八 执法强度增加 希望保护行人安全 洗刷地獄恶民 记者需要林间台报道